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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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回忆慢慢将我包围 是欢还是悲 清醒与模糊的交汇 分不清白或黑 逆着风却要坠 不能尽就是对 你不必 我不愿流泪 为了你一生无悔 忘了我是谁 无论再过多少年岁 分心都下垂 这场路与你共度 共依偎 许我已被深情 已是沉醉 我已被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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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您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啊 还有 她是谁啊 她是你母亲 阮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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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是时候该告诉你一件事情了 她叫阮小梅 她是我的夫人 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是她救了我 把我带到了常见山座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有了一段快乐甜蜜的生活 但后来 府里的人找到了我 而我 也为了仕途 必须要回到独城 神经不清 她宁愿背叛师门 也要随我离开 我也不顾一切地 就把她带回了府上 在府里 她 她过得虽然很好 很快乐 但最后 是我 我没能保护好她 我没能把你母亲保护好 是我对不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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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想好孩子的名字了 叫阿隽啊 好吗 好 我 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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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母亲就是那个 为情叛利师门的藏见弟子 你父亲这辈子 已经背负了太多的功名权势 我就希望你能够 跟你母亲一样 做一个无拘无束的人 这也算是 圆了你父亲的梦 你告诉我 想做什么 我想和母亲一样 成为一个行侠仗义的女侠 好好 好 来 跟我走 走 走 父亲 这是 这是 这是你母亲应用的双剑 现在把它交给你 我想比起树枝高阁 她更希望你拥有它 好 谢谢父亲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守护他的 那父亲 女儿先回书院了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还想 怎么是你啊 我不能来吗 什么事 我问你啊 在寿宴上 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啊 没跟你作对啊 你身为我的郎君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让我下不了台 还说没有跟我作对 你存心让我难堪是吧 让你难堪的是你自己 阿隽他也没做错什么 他只是个孩子 你为什么非要跟他过不去 只要他妨碍姝儿的前途 我管他的死活 你这个说了什么话你 文人静我告诉你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的姝儿 你要让我们不好过 我保证 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你们两个最近表现不错 但还得前家练习 不可懈怠 是 去吧 文人去 杭教头 你在这儿干吗 我等秋迟 我找他有事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秋迟 你看把我们小雪吓得 首先 不要叫我小雪 其次 我没有被吓到 秋迟 秋迟 你快看 快看 好剑 这把剑 可是我母亲的 我父亲给我的 秋迟你知道吗 我父亲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原来 我不是那种 没人头没人要的孩子 本来你就不是 没人头没人要啊 你不是还有我吗 那个秋迟 秋迟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 就是 刚刚和我父亲 坐在我母亲坟前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想第一个告诉你 让你知道 刚刚在路上 跑过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秋迟 你不是一直都说 让我为自己而活吗 那么我现在 终于可以没有任何 孤立地做自己了 你一定替我很开心吧 所以呢 所以我就来告诉你了 我是唯一一个知道的 唯一呀 还有师父 秋迟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得赶紧告诉他了 我走了 师父 收 收好的唯一呢 师父 人呢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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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的小师妹 师父 您说的小师妹 就是我母亲吧 徐筹 我本以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一个人在想你 原来还有父亲 还有师父 母亲 你放心 我会替你照顾好他们的 大家赶紧坐好 咱们准备上课 欧阳博士 早上不是宣博士的课吗 宣博士的课 改在明天早上进行 赶紧把课本拿出来 今天咱们学习 金朝大善人 孟之年的故事 孟之年的故事流传百世 激励着无数后人争相谋访 那么 谁来说一说 孟之年到底善在何处 你知不知道啊 不知道 学生认为 世间乐善好施者无数 他们大多家境富裕 不愁吃穿 所捐钱财 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 而孟之年家境贫寒 却愿意将自己仅有的家财 施予他人 如此舍己为人之局 可敬可配 说得不错 罗秋迟 你笑什么 罗秋迟 你笑什么 学生并不赞同傅院之所言 好 那你倒说说看 就孟之年那么点钱 也只够他家门口乞丐 吃一天米粥的 那顶什么用 物以善小而不为 世间有多少人 可以做帮助别人的事情 照你这么说 除了陛下可以帮助别人 百姓就不能做 力所能及的事了吗 众所周知 孟之年是个秀才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一辈子一分钱没赚过 一边拿着父辈的血汗钱 一边大言不惭地说 要救济穷人 这叫什么 这是真善心 还是不要脸啊 还有你们 你们不是说 要乐善好施吗 那请你们讲一讲 你们赚过多少钱 救过几个人 让大家也品一品 你们是真善心哪 还也是不要脸哪 骆秋迟 课堂上 你嘴巴怎么不干不净的 大家安静 司成 司成 骆秋迟曲解历史 污蔑前人 实乃 好好好 刚才我在外面都听到了 欧阳博士 你怎么看 我自幼在书院学习 所学文章 都是对孟之年的歌功颂德 骆秋迟所言 却完全违背书中之意 不过林光认为 也不无道理 这么说 你也开窍了 为善之道 为善之道 并不是指谁 谁谁谁 出了多少多少钱 再说 钱就是出得再多 如果处理不当 也会有用完的这一天 所以 要解决他们贫困的问题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你们好好读书 你们身为读书之人 想要救世济民 那就是科举 初识 以你们的所学 治理民生 我们身为博士 职责 就是要把你们培养成 一个个都能为民做主 为民做事的好官 只有人人各司其职 才是解决他们贫困的 根本之道 学生受教 学生受教 骆秋迟真知灼见 实属难得呀 不敢 不敢 只不过 这课堂之上 乃圣贤之地 且不可 口无遮拦 说一些陷粗俗之言 学生明白 好 大家继续上课吧 司成慢走 他倒是和我想的不一样 好 咱们继续讲孟之年的故事 您那好 客官 慢走啊 客官慢走啊 多谢老板 不客气 不客气 到了 进去吗 别让我等太久啊 不会太久的 师父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回来了 这里是我家呀 我不回这儿回哪儿 您怎么从我父亲的书房里出来呀 您不会是 找酒喝吧 这里是书房又不是厨房 师父你找酒 也不能找到这儿啊 师父四处看看 逛逛 二姑娘 二姑娘 这位是 这位是 这是我爹派他来取公文的 那个不认识陆 正问陆呢 宋公文的穿成这样 我穿成什么样了 那个 他他他他他新来的 不懂规矩 我告诉你啊 新人进府 要先到门房去登记 否则不得带兵器入府 说你呢 听到了吗 你有难没 听到没啊 好 好 你还厉害了 你还厉害了 还敢凶我了 师父一时情急嘛 不过师父 您究竟来我家做什么呀 小孩子不要问大人的事 我不是小孩子了 我 师父 您 您不会是来找我父亲 报情仇的吧 师父 我知道 您放不下 但是都过去那么久了 说的什么话呢嘛 行了行了 我走了 师父 小孩子 我已经等你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师父 你别打了 他不是坏人 秋迟住手 他是我师父 你就是他师父 你是哪儿来的狗崽子 狗崽子 你们轻点打 慢点打 别真打 二宽姑娘 等等 你们要去哪儿啊 那边有动静 走吧 没什么动静 我刚看了 只有两只野猫在打架 野猫 什么事都没有 对 你们看 今天天气不错 太阳好大呀 那边有手头 走 快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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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为何投名单 名单 看来你也是为了要名单 你还真是一条走狗 废话少说 现在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你饶我不死 你饶我不死 你打得过我吗 打不打得过啊 试试就知道了 不然还有多少人 要惨遭毒手 今天我就杀了你 同样的话送给你 你这只闻人静的走狗 等等 关闻人静什么事 你可以告诉他 他的罪证我已经拿到手了 他这个忠书侍郎 当不久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去藏书阁 偷的不是护卫名单 当然不是 那你拿的是什么 我拿的 是和闻人静一起 分税款的大臣名单 你去藏书阁 不也是为了这份名单吗 我不是闻人静的人 你不是 当然了 那你追着我打什么 我 忠池 师父 你们别打了 他父亲的证据还没拿到 你什么都不要提 你们不打了 不过你们两个 为什么要打起来啊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切磋一下武艺 对对对啊 切磋一下武艺嘛 少年英雄啊 少年英雄 还是前辈更胜一招 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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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磋武艺 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呢 不对 你们两个肯定有什么事 瞒着我 你 你还记得我说藏书阁黑衣人的事吗 记得呀 可是那个黑衣人跟我师父有什么关系啊 我一看到你师父 就觉得身影跟那个小贼特别像 于是我就出手了 不过还好 一场误会 一场误会而已 不是我 是误会就好 可是师父 您刚刚为什么要去我父亲的书房啊 我去你父亲的书房 其实是 为了 对了 他方才跟我说 是为了去找你母亲的书物 你都明白的 师父 不要这么看着我 你们俩聊 我一定要听个音乐 这些书房的书房 我这些书房 你大自书房 我这是书房 咱们就什么书房 你还要看着我 我去书房 父亲 好女儿啊 来来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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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来来来 让父亲看看 总算是回家了 不会把父亲给忘了吧 您不是年初 才去江南看过我吗 是是是 来 赶快准备准备啊 给悬音接风 是 小女 瘦了 是不是老夫人怠慢你了 怎么会呢 祖母可疼我了 你的屋子呀 都已经按照你的喜好 布置好了 前辈 照你这么说 闻人静不像他表现的那样 是个勤勤勉勉的好官 十多年前 是先皇 钦殿 他掌管护部 一时间人人巴结 风光无限 十多年过去了 整个护部 尽在他的掌握之下 他想干什么坏事不行啊 一个为了自己的仕途 娶了自己不爱的女人 反倒是让自己爱的女人 痛不欲生的男人 会是什么好货色 如此说来 这件事情 不要轻易地告诉小猴子 你我都了解她的个性 她肯定会伤心难过 看来你还挺关心小丫头的嘛 怪不得小丫头总是心心念念 想知道情是什么意思 心心念念 但想知道情 上一回我来这里 还没找到证据就被你打断了 可是臣没想到 现在还被烧了 这几天我找到了一些 不太清楚的文件 可是 根本当不了证据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我在想 这场大火实在是来得太过于蹊跷了 听说你们 还抓了一个扫地大爷 是 这你都信吗 我只不过觉得 这场大火来得不像是巧合 而且当时你在藏书阁中 我就以为这个火 是你的同伙所为 后来大爷认罪 我没有其他证据 只能作罢 现在想想 这场大火确实不是意外 只不过 烧的不是我的证据 而是你的 那现在 你的事情有眉目了吗 明单烧毁了 名单烧毁了 我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腰配 前辈 你认得这面腰配吗 不认得 但是 我知道有个地方 专门卖这种东西 奇货行 你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你刚刚说 他心心念念想知道什么叫做情 是因为我想知道的吗 去去去 说的是真的吗 去去去去 前辈 你 你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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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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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喜欢吗 贵宾 欢迎光临 这都城里 什么时候出了个这么俊俏的小郎君呢 你是 你是这儿的老板娘 没错 小女子南婷 公子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南婷都能满足你 我想打听一个消息 你是想问我的生辰八字 还是腰身尺寸呢 我是想问你 是否曾经出售过这名幽配 我这店里的奇珍异宝成千上万 光每天卖出去的就数不胜数了 数难听无可奉告 在你这里买东西的人非富极贵 想要记起来 你没那么难吧 那你可就不要怪姐姐记性不好了 我这儿的奇珍异宝 就如同那都城里 美貌俊俏的小郎君 今儿我遇见了你 明儿我又看见了他 琳琅满目挑花了眼 实在抱歉 送客 我若是说我想再买一枚呢 那你就是我这儿的贵宾了 贵客尊姓大名啊 华 华公子 稍等 这同一材质的妖配确实不少 但是却没有相同花纹的 每一个都是独一无碍 想要姐姐给你便宜些啊 我想要 你告诉我买家性命 公子 你好像惹错人了 你知道有多少大人物 在我这里寄存宝贝 我这里人多势众 我随便喊一声 就够你死好几回的 我劝你千万不要冲动 你觉得是你的人来得快 还是我的刀快 只要你告诉我 九年前买家的性命 我就走 我只记得有中书侍郎文仁静 和康亲王买过这块腰牌 但具体是谁买的 我可真记不清了 这账目上也没有写 什么花纹样式 你说真的 我敢撒谎吗 谢了 来人 给我追 是 是 走 快 我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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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你这柳子 来人 我叫你 是 快追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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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琉璃马 我的南山玉佛 我的水晶珠 这是我珍藏的宝物 谁干的 秦王 今日不知从哪儿 冒出来一个画痕 毁了您的宝贝 更是毁了秦王后 多年的基业 秦王 秦王给我们做主啊 快找 快追找啊 找到那个画痕 都来向我汇报 竟敢毁了本王 多年的宝物 我定要它好看 小的这就去 快去 我只记得有忠书侍郎 闻伦靖 和康亲王买过这块腰牌 但具体是谁买的 我可真记不清啊 这账目上也没有写什么 花痕样式 秋迟 你去哪儿了呀 我找你半天了 你 你怎么还换上这身衣服了 你还换上这身衣服了 我去期货行了 期货行 你去期货行做什么呀 还记得那边腰配吗 当然记得 难道说 是有什么新线索了 期货行的人告诉我 九年前买过这款腰配的 是康亲王 是康亲王 这 只有康亲王一个人吗 完了完了 如果是康亲王的话 那这事可麻烦了 不过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还是 我 你想偷偷一个人 去调查亲王府 没有 我不是也刚知道吗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那就好 你要记着 如果你要去调查的话 一定要交上我 千万不能自己一个人 知道了 快上课了 去吧 那你呢 那你呢 我 一会儿回去换个衣服 行 那我先走了 嗯 嗯 别说了 今天课程这么难 每天都不选 我得琢磨一会儿 我得琢磨一会儿 那事也太逗了吧 他人怎么这样啊 清禾 你怎么才来啊 秘密 你们有秘密了 同侪 你们看见骆秋迟了吗 没有啊 我早就不关注他了 你怎么又变了呀 谢子云 好英俊啊 谢子云 你们看见骆秋迟了吗 没有 清禾 你呢 你看见秋迟了吗 他好像今天一天都没进来过 没进来过 不会吧 阿隽 你去哪儿啊 行不行不行啊你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任音啊 父亲回来了 怎么样啊 还习惯吧 自己家 没有什么不习惯的 这天气啊 那是比不上江南叔父 但终归是家里 需要什么就跟下人讲 知道了啊 父亲 好 喝茶去 别动手 是我 你来这儿干吗呀 这里很危险的 快回去 那你又来干吗 你也太 你也太过分了 明明说好带我一起的 康亲王府守备森严 再说你武功又不高 你来干吗 先回去 这不有你吗 再说了 你自己都说了很危险 那我怎么安心自己回去啊 因为武功高啊 你还要是 一会儿都听我指声 我保证 我保证 秋迟 接下来我们什么计划 没有计划 我也是第一次来 只能见机形势 我刚刚看 康亲王是从那个屋子里出来 那一会儿我们去那个房子里找一样 坐下来 梨花开 梨花开 风中翩翩飘 滿山千里外 千里外 她還是否在等待 鳳兒啊 你靜吹 慢慢吹動 它發笑 喜愛 你滿下 別打濕了 她臉龐 优优独播剧場